UX534沿襲了UX533的設計和優點 從外觀視覺到內部的散熱、零件位置 基本都大同小異 比較像是升級的小白款 也就是說UX533-FD到UX534-FT 是整體外觀設計、機構還有顯示晶片的升級 而UX534-FT到UX534-FTC 則是對處理器還有Wi-Fi6的小提升 而且帶回了i5版本的 讓使用者可以用更低的價格入手這款好筆電 如果是想買這台筆電的朋友 記得看到最後我們也有給出具體的選購建議唷 首先說到處理器 受限於Intel的第10代和第8代的效能差異不大 所以10代搭載了i7-10510U的處理器的UX534-FT 和搭載i7-8565-U8代處理器的UX534-FT 效能只有小小的提升 在散熱方面 雖然散熱沒有辦法完全壓住這顆處理器 但這種情況在各家的產品中都是常態了 所以平心而論 第一次可以跑到1863分 那第二次之後 普遍就落在1661分到1237分之間 那單核最高可以跑到429分 所以效能還是相當不錯的 接著看到重頭戲顯示卡 升級搭載了NVIDIA GTX1650 Max-Q 效能提升的非常多 顯示記憶體為GTDR5的4GB 不囉嗦 一樣直接看效能跑分 在3DMark當中 首先Timespy的跑分是3052分 而在Firestreak的跑分是6895分 這樣顯示卡的效能是不是非常不錯啊 那麼在PCMark當中 我們也測試了 在Gaming的環境下 續航力可以到多久 那測試出來的長度大約是1小時50分鐘 那麼在重量的部分呢 相較UX533的1562.3公克 UX534重量略微提升到了1597公克 不過我相信這30幾公克的重量 一般人根本就是感覺不出來的 那麼再來看到螢幕的部分 這次螢幕的開合的阻尼感是比較重的 但整體來講 我要說這次的樞紐真的做得非常棒 因為整個螢幕打開的時候 螢幕都不會晃 非常的穩 很多筆電除了會晃以外呢 也沒有辦法讓螢幕與機身的開合 維持在一個績小的角度 可能在接近要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完全自己蓋起來 但是Zandbook做到了 它可以很好地定格在你要的角度 而且真的不會晃 同時又做到了可以單手開合 所以就算是打開上蓋的時候 下方的機身也不會跟著跳起來 這個樞紐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在螢幕面板方面 這一台的規格是4HD的霧面螢幕 支援72%的NTSC 供應商是京東方的 請讓我們列在這邊 如果你是想要更高解析度的 這次Zandbook也有4K的 鏡面螢幕的版本可以做選擇 得益於Nano Edge的超窄邊框 相較傳統15.6吋的筆電 這個身材真的是縮了一大截 整體機身外觀非常優雅一致 上蓋和機身都是金屬的 同心原法斯文的處理也非常淺 觸感順滑帶看 重點是好保養 不會變成指紋收集器 整體機身結構也做得非常不錯 按壓上蓋和鍵盤中央只有輕微的凹陷 以一個非CNC的機種來說 這樣已經算是非常堅固的了 Io方面規格我們帶過去一下 一個HDMI 2.0的影像輸出 USB 3.2 Gen 2 10G 兩個 一個Type-A 一個Type-C 記憶卡讀卡機支援全尺寸的SD卡 相較MicroSD這種積勒的存在 全尺寸SD卡對於有在用相機攝影的人來說 才是正途 而攸關數據儲存的固態硬碟華碩用料也很大方 i7這台直接給了SIMSON PM981這樣旗艦級的用料 容量也是直接給到1TB 哇 太棒了 實測跑分讀取約3500MB 且入約2400MB 如果是i5的版本就要留意了 除了容量縮為512GB 速度也會比較慢 頻緩是PCIe Gen 3x2的 接著看到電池部分 為8SEL 71Wh 電壓15.4V 核定容量4480mAh 續航力其實也是不錯的 以PCMark10測試模擬現代辦公的場景下 有高達11小時的續航力 剛好最近居家辦公成為顯學 Zoom很夯 所以這次也額外測試了一下Zoom的耗電量 將ZenBook作為Zoom的接收端 連續看了7個小時半左右的Zoom 耗電約72% 所以ZenBook的大鏈池 對一整天都需要在外做文書工作的人來說是非常足夠的 此外充電速度也算蠻快的 原廠配備120W的充電器 充到飽耗時約1小時50分鐘 而講到充電 UX534從第8代處理器的版本開始 使用了新的充電器 這個新的充電器變薄變輕了 如果出差要帶個變壓器 就可以很好的收納在包包當中 不會像以前傳統的充電器 很大一顆很厚一顆 不管是放到包包或是電腦的提包 都會很明顯凸一塊出來 非常影響美觀 而在音效方面 一直是華碩和ZenBook的搶項 這次音樂一放下去 聽起來的直覺是聲音好像沒有以前那麼震撼了 可是聲音的立體感 比以前還要更好 所以馬上翻了底部起來看 哦,原來如此 以前UX533的兩顆單體是放在底部的前方 正前方 而這一代UX534的單體是放在 在底部靠近前方的兩側 所以這個聲音聽起來就更加的立體 那聲音大小的部分 就實際拆機看了一下 這個單體似乎是 的確是比UX533的還要再小一點 那這個部分是不太確定的 其他像是ZenBook的特色 像是ScreenPad 2.0 這次我們就不得外多做介紹 大家可以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這邊就給大家看看 我們把這個ScreenPad拆出來的樣子 好的,那總結來說 ZenBook 15的價格和定位都是比較高的 大約是4-6萬之間 可是你也很難在市場上找到有GTX1650的顯卡 同時外觀像商務機 然後螢幕這麼大 體積這麼小 電池續航力又不錯的機種 所以ZenBook系列還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那整個系列在台灣總共有出三款 最高階的 6萬 是i7 4K鏡面螢幕的版本 次高階的就是我們現在手上這一台 i7 1080p螢幕的版本 大約是5萬多塊出頭 那有鑑於Intel這一代i5 和i7的效能差異其實沒有很大 i7版本的比較建議是 真的有大量CPU運算的使用者 你在買i7 不然的話非常推薦大家買i5版本 售價是4萬出頭 不過實際行情呢 嗯 大概4萬內你就可以買到了 4萬多的同樣價位機種 話說你還可以考慮看看 ZenBook Pro 14吋的機種 UX481FL 主要差異是UX481FL有Screenpad Plus 而UX534FPC則是有更大的主螢幕 更強的顯卡 全尺寸的SD卡讀卡機 還有獨立數字鍵 機器買回家後 包裝盒上面有隨附的收納袋 千萬不要再發生 包裝丟了以後才想到 啊 收納袋忘了拿出來的慘據喔 好了 選購上面有什麼問題 或是你想要買什麼機種 提早留言 敘述你的問題 我們幫你來開箱 記得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electr式鍵 請問電視 我等一下 我們下期 第二項 發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